这是我们的液压网版 这个是电源开关 首先我们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这三个都是温度控制器 这个是控制左边 这边控制中间 这个是控制右边 这个是减少温度 然后按下是增加温度 我们把所有的温度都设置到同一的温度200度 然后这个是时间控制器 因为液压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设置的长一点 我们把它设置到35秒 这个是减少时间 这个是增加时间 把它设置到35秒 然后这个是手自动转换开关 左边是手动状态 中间是空档 右边是自动状态 这边是紧急停止 当它在工作 你想让它停止工作的时候 按下紧急停止开关 它就会不工作了 然后想让它继续工作 你就顺时转转 它这个自动弹出来 可以继续工作的 这边有一个手启动开关 手启动开关 就是那个手自动转换开关 按照手动状态的时候 再按下手启动 它就会自动往上升 就会工作 这个紧急停止开关 和那个是一样的 然后 我们把材料洗到未来 就会上升 等到这个时间到达我们设置 等到这个时间到达我们设置的温度之后 它就会完成 就会下来 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材料洗了 OK好了 然后时间到了 它就会自动下来 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材料洗了 然后这个抗议工作就完成了 嗯 它有一个手动嘛 手动 然后我们把材料洗 再也是一个手动 它把材料洗 转到左边是手动 然后我们把它推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推进去 上面就会把进去 下面就会把材料洗出来 它是单的 然后按照手动状态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按下这个手启动开关 它才会 按下手启动它就会自动上升了 所以也是等到温度 呃时间 达到我们设置的时间之后 它就会自动下来 然后烫印就会完成 防水 对 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推出来 这样子手动状态的汤衣就完成了